HELLO 大家好 我是史丹尼 這款是 Acara 2023 年最新推出的智能門鐘 G4 還要是香港行貨 除了無線門鐘還有鏡頭錄影 還會自動偵測物件的移動 最重要是支援三大智能平台 有Apple HomeKit 有Google Home 還有Amazon Alexa 最重要是市場上首隻可以用電芯推動的 Apple HomeKit 門鐘 不說太多 先看開箱 先看看 眼前看到這部是 Acara G4 室外主機 而這部是 1080p 全高清鏡頭 有 162 度的 Super Wide Angle 整個主機都達到 IPX3 防水等級 適合戶外使用 下面有一個門鐘鍵 也蠻好按 而旁邊有一個喇叭 是用來搖距通話的 而另一面有一個膠蓋 而這個蓋的下面就是一顆螺絲 鬆開一顆螺絲 就可以拆開背蓋 然後看到電池的位置 這裡就是用 6 粒的 2A 電 而上面這兩個螺絲位 就給你插火牛用 以下就是火牛的規格 主機背板除了用螺絲固定在牆上之外 也可以用內置的 3M 貼 貼上牆身 而這個就是 G4 的驅動器 即是一個門鐘 門鐘達到 95 分配 可以自訂零聲 這個門鐘除了化聲之外 它亦會透過 Wi-Fi 連接你家裡的智能網絡 以及連接室外的主機部分 所以這個驅動器需要使用 USB-C 供電 確保連接穩定和降低主機的電池消耗 旁邊有一個 Micro SD 卡插槽 最高可以支援 512GB 的 Micro SD 卡 用來儲存錄到的影像 而這裡有一個配對鍵 用來手機設定 而刊貨版還會跟來 6 粒 2A 電 一條 USB 線 原來它有跟來一個螺絲批 而香港刊貨版 特別附送了 20 度 3 角架 讓你安裝在主機的背板後面 做成一個 20 度的斜角 這個 20 度的 3 角轉向架 非常適合香港用 因為香港的環境是門對門 可以打側放在門中 就不會直接拍到對面的單位 最後還有兩包螺絲 讓你安裝用 Akara G4 室外主機的造工都非常漂亮 摸上手都很紮實 但是我選擇它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它可以用電池推動 就不用接駁電線 如果大家要駐香港的話 應該你會留意到 大部分發展商的扭 跟來的門中 都是一個 220V 的濕電門中 所以如果要轉做這些智能門中 是不可以直接放兩條電 都一定要經過一個火牛 變為 12V 或者 24V 等等 所以用電池推動的智能門中 就非常簡單 只要換電芯和轉上場就可以了 下一步要講一下如何設定 Akara 脂肪門中 首先在手機上下載Akara 的 App 然後按右上角新增設備 然後選擇脂肪門中 接著指示按配對鍵 成功配對之後 就可以將 G4 加入 Apple HomeKit 除此之外 它也支援 Google Home 和 Amazon 的 Alexa 而這部份可以開啟 Akara 的面部識別功能 稍後會再示給大家看 設定完左邊的驅動器之後 就將右手的主機插上電芯 很多人都會擔心耗電量的問題 根據 Akara 提供的官方資料 一般乾電池都可以用到 4 個月的續航力 而今次我會選擇了 Personic 2550mAh 的充電 電池用量多了 應該可以用到半年以上 當插上電源之後 左手邊的驅動器 右手邊的主機會互相連接 而每一套門中在出廠前 已經預先配對了 在大家將主機按上場之前 當然要做一個測試 除了門中的反應非常快之外 手機已經出了通知 我們可以在手機通知欄按一下 可以即時串流主機拍到的影像 還可以按手機通話鍵 和外面的人通話 一會再試給大家看 如果你使用 Google Home 的 Nest Hub 或者 Amazon Alexa 的 Echo Show 還可以即時看到鏡頭的畫面 我們回到手機 HomeKit 的設定畫面 你們可以看到門中的電池量 Akara G4 內置了感應器監測人體的移動 用家亦可自定在什麼情況下才會發出警暴 避免不必要的錯誤偵測而觸發通知 而這個位置便選擇偵測的區域 可以收窄偵測的範圍 不會被鄰居探訪者影響 而我挺喜歡可以關掉主機的狀態燈 因為有時有人經過會開紅燈 如果你和旁邊的家住太近 是會很滋擾的 所以我會建議關掉指示燈 所有設定完成後 便可以安裝室外主機 由於我現在正在租屋 我又不想搞原本的門中 所以便安裝在鐵閘上 大概在4、5月搬新屋時便會正式轉上場 室外主機和室內驅動器 究竟可以相隔多遠 官方的數字是5米 我從門口經過飯廳 再到梳化 我會把驅動器放在梳化的後面 其實當每次有人按門中 除了這個驅動器會響之外 你亦都可以設定家裡所有的HomePod 一起出聲 大家聽到嗎? 除了門中之外 他亦都會叫我的名字 這就是AI的人連辨識 而我都要稱讚他的AI技術 他連我戴了口罩時都認得我的樣子 接著便邀請我太太 做個按門中對話測試 你為什麼沒有鎖匙 你拿到我的鎖匙 我開門給你 就算你不在家 在街上都可以跟門口的人通話 甚至乎你去跑步沒有帶手機 都可以用Apple Watch去監察門口 門中錄到的影像 除了可以擺SD卡之外 亦都可以在HomeKit的iCloud 在電腦中看看 或者可以在ACARA的免費雲端上 看看過往7天的影像 讓我抽一條影片出來看看 錄出來的質素非常高 這個162度高清廣角鏡頭 絕對夠用 大家看完我以上的開箱和設定分享之後 不知道你對ACARA的DORBELL G4 有什麼看法呢? 雖然我還沒搬新屋 在舊屋裡 但是我已經把DORBELL 放了出去用 用了一個星期 感覺非常良好 第一就是反應快 沒有電腦機 第二就是門聲非常非常響亮 而且按門鈴的時候 除了原本的門鈴會響之外 連我的HomePod都一起響 是非常棒的 另外一件事想說 就是ACARA DORBELL G4 其實在香港有行貨 就是這個 也有中國的水貨在市面上流通 其實兩者雖然都叫ACARA DORBELL G4 但是國際版和中國版是有少少分別的 第一你買香港的行貨 當然會享有香港的一連保養 第二 香港版是用國際的伺服器 而中國是用國內的伺服器 還有一件事要留意 第二 中國的水貨版 是不支援Google和Alexa這兩個平台的 所以如果你在家用這兩個智能平台 就要注意 另外還有 中國的水貨版 就不可以插MicroSD卡 顧名思義 所有錄到的影像 都會放在中國國內的伺服器 還有只可以儲存免費7天 除此之外 剛才我開箱 你會看到一個20度斜角的背板 都只有香港行貨版有跟 所以這個香港行貨版 在香港買1000元左右 所以我覺得 為了貪便宜一點 就買中國的水貨版 好 今天就暫時分享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在下面留言給我 或者IG、Facebook 找我都可以 最多記得支持我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 我們來看看 會不會 在下方 在下方 為其他方